冷漠孔同男在社交小软件上 匹配到了现实中超级讨厌的人 可是手机里的少年软软诺诺还超年人 让他渐渐地有了网恋奔现的想法 可怜方招募现实中被宋远勋盖头孤立 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个知心小哥哥 没想到还特喵的是欺负他的罪魁祸首 作为某国交换生的少年最近很苦恼 因为实验室的同事们都不喜欢他 尤其是那个名叫宋远勋的男人 大家都为了巴结他总对自己冷嘲热讽 不由地感叹 成年人的孤立真是可怕 宋远勋因为被朋友怀疑是同 所以偷偷地给他下载了某知名软件 于是他便拥有了安德鲁的马甲 由于操作失误不小心上滑 匹配到了一个叫怒的好友 原来朋友每次质问宋远勋的取向时 他都会很生气 表露一副对这个问题深感恶心的样子 然而朋友却意味深长地看向他 恐童即深贵 你觉得有道理吗 不得不佩服他一语成衬的超能力 就在宋远勋打电话向赵涵表示不满 准备将软件给卸载掉 钢匹配到的吴 就发来了语音信息 对方声调轻快音色柔软 宋远勋记的这个声音 原来他也在玩这个软件 也不知玩了多久约过多少人 不由得对少年又多了几分厌恶感 于是就敷衍地回了句说什么 方昭木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只是从资料上了解到 他是个拥有八块腹肌的华裔机械工程师 看到对方回了消息少年开心极了 马上又回了段语英文他在哪里 其实少年也是第一次玩这个软件 曾经在国内有很多朋友的他 来到异国他乡却被同事们给孤立了 所以迫切地想找个网友疏解心理的预解 可是这段语音之后男人又没了音讯 他退出见面又拿起手机发了段语音 我们距离只有三公里 要见面的话还是很快的 本来只是为了缓解尴尬的话 等了大半天还是没收到回复 不曾想男人误解了他的话 反过来问他怎么那么急 方昭木觉得对方是误以为自己不正经了 索性也没了聊下去的兴趣 可是看了主页的匹配信息后 发现他们还是没有Andrew靠谱 唯一不舒服的就是感觉在和机器人聊天 控制不住地将对方想象成 一个木讷寡言阳光少年感的大男孩 高大帅气的直男工程师 迷恋上了社交小软件 还匹配到了工作中最讨厌的人 却发现对方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于是便搞起网片诱惑人家奔陷 这让恐惧他的方昭木怎么办 起初方昭木总觉得在和机器人聊天一样 便忍不住地去调戏Andrew 我觉得工程师都很性感 而且还有股成熟的韵味 一向沉稳的男人文言一时有些语色 少年却觉得好玩极了 便问他为什么不回复是不是害羞了 宋远勋很快便回复了 不是 可方昭木却被对方认真的否认 逗得大笑起来 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可爱木讷的大男孩模样 便又调侃他为什么玩这个软件 是不是因为现实中太害羞找不到男朋友 对方再次回了 不是 可我觉得是 你连跟我发语音都不敢 发完这条消息就再没了后续 方昭木还以为是自己逗过头了 对面宋远勋盯着手机 随即就又被他官方式的回答逗得大笑 愈发对男人产生了兴趣 Andre你好笨哦 不过有没有人夸你的声音很好听 少年的脑海又浮现出Andre害羞的可爱模样 你的工程师朋友们肯定不会吧 那我夸你 Andre你的声音很好听 肌肉也很好看 这话虽然很中听 可宋远勋却觉得很是无聊 索性直接卸载了软件 心想怎么会有人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聊的软件上 第二天上班时 少年只和宋远勋打了个照面 瞬间便又低下头走开了 今天又是被同事们欺负的一天 方钊木心情很差便想找Andre倾诉一下 可昨晚夸完他的肌肉 对面就像害羞了一样再也没回过他 他先是发了句早安问对方起没起床 可是都工作了一个小时了 Andre还是没有回复 于是少年又发了一条语音 说今天又被一个白痴气到了 然而就在他执着地骚扰着对方时 宋远勋却极其难得地上了楼 背对着他拿起电脑开始工作起来 有大魔王在 方钊木不敢再发语音 只好打字说自己都被白痴给气哭了 这时Andre竟然回了消息 不信 除非拍给我看看 少年喜欢上的网恋对象 竟是工作中最讨厌他的人 当他还沉浸在甜蜜的幻想时 宋远勋却不厌其烦地卸载了聊天软件 可让他意外的是 方钊木竟然还在和Andre聊天 隐约还听到了机械工程师的字眼 他意识到了不对赶忙站起身 拿起手机急冲冲向门外走去 通过人脸识别后又重新装回软件 果然是帮他注册账号的赵航搞得鬼 人形太低吗 我聊了一半的天都不放过 说着便又修改了密码 很快电话就打了过来 赵涵埋怨他不是不玩了吗 和小MU聊得好好的改什么密码呀 男人很不耐烦 想跟他聊就用别的好 别用这个 赵涵罕见地放低了姿态 这是随机匹配的 MU的声音很乃我很喜欢的 你快把密码改回来 可男人还是斩钉截铁的拒绝了 宋远勋这边刚挂掉电话 就收到了方钊木的信息 问他真有那么忙吗 他回了句 是很忙 便锁了手机 刚走回实验室门口 就碰到方钊木鞋 背着包从楼上下来 少年的背包卡住了衣领 另一边的衣领便顺着肩膀滑落 看起来十分的不雅 宋远勋嫌弃地撇开了视线 两人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时 宋远勋不小心碰到了少年的小臂 还隐约闻到一股甜到发腻的奶腥味 让他感到全身上下都很不适 方钊木也很无语 不就碰了一下至于这么嫌弃吗 刚回到座位 宋远勋便收到了μ的消息 问他有没有带伞 还贴心地附上一张雨紧照 宋远勋鬼使神差地问了 据你带了吗 μ回了一张可怜巴巴的表情 表示要冒雨冲回家去了 回了条语音说回去再聊 然后就挽起袖子准备冲回家了 宋远勋觉得盯着屏幕太过无聊 便站起身来走向飘窗 看到一个小小只抱着胳膊狂奔的背影 不由地担心起这么大的雨 就算跑回去也全身湿透了吧 跑了十多分钟终于到家了 方昭目甩了甩脑袋上的水 美美地洗了个热水澡 随后就钻进被窝一直睡到了下午 下午太阳已经出来了 宋远勋也准备下班回家 可脑海里总会浮想起 在雨中狂奔的小小只 那么大的雨 真是一个人冒雨跑回去了吗 此时刚醒来的少年 听到了手机提示音 拿起手机一看是Andrew的信息 还贴心地问他有没有到家 男人聊天的网友 是现实中最讨厌的人 讨厌他过分浓烈的奶香味 讨厌他不得体的穿着 然而少年却不知道Andrew的真实身份 误以为他是个阳光羞涩的大男孩 调戏他问要不要看自己的照片 又加了句想看的话 别打字发个语音 本以为Andrew会害羞 不曾想还真回了条语音 不过却是冷酷告知对方不想看 方昭目抱着手机乐了半天 才回了句不想看发什么语音啊 然后就咔嚓拍了一张自拍 此时男人正和几个同学在图书馆 他看到聊天界面的缩略图和语音 手停了停犹豫许久 不过还是点开了照片 照片上的男孩露着肩膀和小半张脸 桃花眼如同寒水般明亮 宋远旬愣了几秒便按灭手机 下意识地吞了口口水 他好像本人比照片好看 同学向男人打招呼要先走了 可叫了半天都没有回应 大家齐刷刷地探向他拍了拍桌子 宋远旬这才木然回神 收拾完东西去了停车库 刚上车就收到了m的消息 邀请他去吃晚餐 宋远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不再管新消息提示将手机收了起来 应该卸载软件 不能再聊下去了 他真的怕赵涵孔同级身贵的话一语成衬 可男人又怕赵涵偷用这个账号 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上学期的同学李莫 是他说的不知道方钊木用了什么手段 挤掉了他交换生的名额 还说八成是用了系主任的关系 还劝自己一定要小心别被这种人缠上了 直到第一次见到方钊木 宋远旬才明白了李莫的意思 当时的方钊木还没那么拒紧 蹭到宋远旬面前问东问西 还刻意地和他套近乎 宋远旬对方钊木本来就有戒备 又被他浑身浓烈的奶香味搞得心烦意乱 便转过头呵斥他在实验室 为什么喷那么浓的香水 虽然方钊木并没有喷香水 可是大家看他都讨厌心来呢 便都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这也是方钊木被大家排解的开端 因为李莫的告诫先入为主 每次闻到那个奶香味男人都十分抗拒 可是明明提醒过很多次 他身上的味道都没有变当过 难道是真的误会他了吗 方钊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看着保存照片的案件 宋远旬犹豫良久 最后还是锁了屏没按下去 网聊的八块腹肌小哥哥真的很怪 拒绝电话拒绝见面 而且回消息还很慢 可少年还偏就喜欢这样的 以前聊过的一些网友 那叫一个风骚至极 这种慢热矜持型的反而比较符合胃口 方钊木真的很会 先将话题转向男人 是不是和很多人在聊天 然后又自郑清白发了好友列表 你看我只有你 你呢 不让我看看吗 Andrew不想发 方钊木就污蔑他一定有200个联系人 宋远旬这边沉默了许久 也发了个好友列表截图过去 可方钊木继续使坏 这么久才发过来肯定是在删好友 Andrew认真的回复没删 那你还有没有兴趣加别人 方钊木很快就收到了回复 Andrew说没兴趣 方钊木开心极了 一边做饭一边问Andrew 想不想见识一下我的厨艺 对方先回复不想 半赏又回了剧吃的什么 方钊木嘿嘿一笑 明明就想还非嘴硬 然后就拍了一张自拍发了过去 丰盛的菜肴色香味俱全 表达喜好 实际上人却很温柔 这是方钊木对Andrew的印象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对方了 可据外人都知道 现实中他兄弟的时候也可欺人了 这天方钊木在两对耳钉中犹豫不决 便发给了那个想象中憨厚可爱的Andrew 想让他帮忙参考一下 宋远旬大晚上还在加班 不过还是忙里抽闲的回复喜欢小的 方钊木觉得真的遇到了知音 他也比较喜欢这对小的 过了几天快递终于到了 方钊木带上耳钉拍的照片发给Andrew看 夸他的审美和自己很大 等了几分钟见Andrew没回 再加上他还有报告要做 便收拾完资料跑去了实验室 一个关系不错的女同学夸他的耳钉好看 少年开心地解释 这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帮忙选的 就在两人闲聊视频的话题时 老欺负他的张然宇又来找茬了 指了指一气让他用完赶紧滚蛋 怪不得狗腿子那么张狂 原来是宋远旬就在他身后 方钊木只好向他的主子解释马上就用完了 可张然宇还是应急过来非要插队 少年险些摔倒 刚想开口让他离自己远点 宋远旬就按住了张然宇的肩膀 只是一个眼神就将对方给吓跑了 和方钊木距离最近的人一下变成了宋远旬 男人很高 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压迫感 少年被他直勾勾的眼神盯得心里发毛 只好装作记笔记的样子转过身去 宋远旬也很奇怪 他本来对方钊木是最为看不起的 可现在为什么见到他会有脸红的感觉 走出实验室方钊木才松了口气 这时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是安德鲁的灰心 看不清脸 男孩喜欢上的虚拟男友 竟然是现实中最讨厌他的人 这天在超市购物后 因为买的东西太多 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就在他收拾残局时遇到了宋远旬 不过对于经常欺负自己的人 即使对方有车 他也没奢求他能送自己回家的想法 安德鲁一定想不到 大名鼎鼎的剃校还存在校园孤立的事情吧 上了公交车后 安德鲁给他发来消息问他有没有上车 方钊木回答后 又说他帮自己挑选的是幸运耳钉 一上车就坐到了前排 还问他是不是在上班摸一回消息那么快 宋远旬给了否定的答案 随后便突然感觉自己脑子有炮 自己为什么非要过来看他一眼 更可怕的是 怎么和最讨厌的人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了三周 第一周联系是为了能处理方钊木并监视赵涵 第二周不仅没有能处理成功 反而联系的更加频繁了 第三周听到同学们要去购物的超市 正好和方钊木一个地方 便鬼使神差的答应了下来 一到地方就心不在焉的四处搜寻 他亲眼看到方钊木拍了临时的照片 下一秒自己的手机就收到了信息提示 尤其是见到方钊木摔倒的那一刻 他真的有种想要冲上去保护他的冲动 本以为同学一场 方钊木想要搭个便车无可厚非 可对方却静止地越过了自己 看着方钊木落寞的背影 再看一眼两人的聊天记录 宋远旬终于感悟了 Andrew和自己对他来说 含义大概确实不同 他的开心是留给Andrew的 宁肯驳着脚路过 也不会看自己一眼 宋远旬心里很是失落 开始后悔曾经对方钊木的各种冷暴力和排挤 借酒消愁愁更愁 宋远旬喝多了 他亮呛着回了家 突然又想起今天方钊木对他的态度 于是回了个消息说自己刚家完班回到家 对方突如其来的关心让他心头一紧 宋远旬也回了俊女儿 到家了吧 方钊木可怜巴巴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提那么重的东西 回到家就累得瘫在床上了 还拍了被袋子勒红的手腕给宋远旬看 然后就去洗澡了 宋远旬昏昏沉沉的回了句 好像被捆绑出来的印记似的 下次我带你一起去 方钊木洗完澡看到消息 发现Andrew还挺可爱的 连面都不愿意见 还说要带自己去购物 不过这也让他重拾了信心 心想着再亲近一些 对方肯定会同意见面的 男孩发消息给网友 问他能不能发个性感照片过来 全然不知网友就是现实中霸凌他的始作俑者 宋远旬纠结了许久 才回了句自己长得不好看拒绝了对方 可满脑子又都是方钊木带着托耳朵的可爱模样 难道是喝醉了才如此挂念对方吗 赵涵睡得正香的时候 突然被手机的震动吵醒 拿起来一看原来是宋远旬的消息 问他交友软件的照片是哪里来的 赵涵回答是在网上搜索关键字肌肉猛男找到的 然后就给宋远旬拨去了电话 大晚上口味那么重 不恶心男人了吗 宋远旬一本正经的回答 那也没有你恶心 头像上的照片我没找到快点发给我 说完就挂了电话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召喊 方钊木睡到自然醒 打开手机后惊奇的发现 安德鲁真的发了照片 虽然身材挑不出毛病 可是并没有露脸 思考良久才回了消息 怪不得身材那么棒 每天都在健身才没空约我的吧 然后又给安德鲁发了一张重点部位的截图 夸他的size也棒棒大 安德鲁疑惑的回了句什么是size 昨晚明明还说什么捆绑之类的俏皮话 方钊木也搞不懂对方是害羞还是装傻 安德鲁追问方钊木是不是喜欢这种类型 他想了一会儿 认为对方说的应该是性格 便表示了肯定 要不然我匹配你干嘛呀 其实方钊木觉得聊聊天就行了 见不见面什么的都无所谓 安德鲁询问他为什么装这个软件 这个话题无异于接方钊木的伤疤 便询问对方是真的想听吗 然后他便穿上衣服准备出门 给对方发去消息 此时说来话长 想听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吧 本来以为害羞的安德鲁不会同意 可没想到对方竟真的答应了晚上通话 不过却要求他先发照片过来 方钊木只觉得安德鲁太可爱了 便在信息室偷偷拍了张照片 可是他又纠结了 晚上到底要和亲爱的安德鲁聊点什么呀 男人在网上买刀便生气 这才放下心来准备迎接两人的第一次通话 方钊木这边辗转反侧了许久 还是没等来安德鲁的来电 就在由于要不要主动拨过去时 被突如其来的电话铃下了一条 紧张地按了半天才接通 却只听到对面传来很大的杂音 他叫了好几声安德鲁 对面才传出一道低沉的回音 方钊木心跳得很快 因为安德鲁的声音 甚至比想象中还要好听 他都快接完了 不过还是故作镇定问对方不是在加班吗 晚上在家工作 你一边工作一边和我语音啊 安德鲁的声音让方钊木不由的浑身燥热 于是掀开被子后才说对方的声音很熟悉 是不是在现实中见过面啊 此时宋远寻都快疾疯了 便生气好像失笑了 疯狂地在商城聊天见面联系卖家 好在方钊木转移了话题 表示自己现在特别紧张 因为好久没有用中文通过电话了 然后低头看了眼手上的勒痕 好像越来越像捆绑留下的痕迹了 对面又亲切叫了生木 直听得他面红心跳 便对安德鲁说叫单字太奇怪了 实在不行叫我小木吧 对方只回了句可以就没了回音 方钊木厚着脸提问安德鲁 怎么还不叫啊 方钊木 不对 哪里不对 我只让你叫我小钊小木 你叫别的干什么 宋远寻无语急了 不过还是乖乖地叫了生小木 然后就羞涩地回了卧室 岔开话题问对方下次什么时候去采购 方钊木听着安德鲁的语气 感觉对方是想来见他 却又不敢 应该是对颜值没有信心 怕一见面就见光死了 便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 说下次不会再让自己受伤了 宋远寻把玩着车钥匙 显然已经做好了见他的打算 不过还是问对方 一个能带你去的同学都没有吗 方钊木含糊地回应 无所谓 反正一个人都习惯了 宋远寻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 习惯了怎么还用交友软件 他坐直身体期待着对方的回答 方钊木这才解释 是想认识一些校外的华人 什么方面的认识 宋远寻的语气有些质问的成分 方钊木就像遇到了大灰狼的小白兔似的 本来还想调戏一下对方 思考良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男人喜欢上了网恋对象 看着对方的照片 就幻想起他的嘴唇 清起来一定很软 宋远寻已经无法拒绝 这个曾经最讨厌的人了 他的声音 他的照片总是那么的迷人 即使他并不想承认 可也早已成了定局 宋远寻向对方撒谎 要去西雅图出差 第二天上课时 就收到了对方的信息 要不要我去送你 给他吓得直接把笔 都丢在了地上 发现方钊木是在开玩笑时 他才深深地出了口气 一个谎言就要用一百个谎剧员 方钊木打电话问 他是不是下飞机了 他只好不爽地回复刚下 方钊木又问 西雅图下雨了吗 宋远寻看了眼天气预报 才告诉对方 只是阴天还没有下雨 他实在搞不懂 对方有必要这么关心自己了 刚走到商场 方钊木又发信息了 这里的餐厅味道好棒啊 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吃吧 这样就可以点情侣套餐了 还以为他要害羞了 便又解释就是双人套餐而已 至于那么敏感吗 其料手机刚放下 就迎来了名场面 好不容易节假日放松一下 怎么遇到老带头 排挤他的宋远寻了 看来以后出门 还是看看老黄历吧 宋远寻也愣了好久 才回过神来 回过神后 才和朋友们一起去点餐 看到宋远寻他们上了楼 方钊木才松了一口气 开始幻想着 和Andrew一起来吃饭的话 那该是有多么的幸福啊 另一边赵寒刚 和朋友们喝完酒 正当他在厕所扣嗓子的时候 电话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才知道 是宋远寻那个家伙 还问他要软件 头像那个人的照片 而且还必须是漏软的 虽然被当作工具人 很是生气 不过看在是 好大要求的份上 还是找到照片发了过去 宋远寻收到照片后 沉思了两久 这个人好丑 一点也不符合我的气质 赵航刚睡着 就被电话声吵醒 打开手机一看 又是宋远寻 而且对方还发来一张附近照 问他和软件头像 哪个更好看 凌晨三点钟 宋远寻你压有病吧 发这种东西给我 我这双眼不要也罢 只要不是要星星要月亮 我能办到的 都可以去 那如果要月亮呢 我努力债 宋远寻终于开窍了 三言两语就把方朝木 吼得哈哈大笑 今天是方朝木的生日 也是两人见面的时刻 另一边的方朝木 简直害羞的不要不要的 揉了揉发红的小脸蛋 赶紧起床收拾起了行李 他根据信息找到了房间 可打开门后 看到的却是一片漆黑 他叫了几声 Andrew的名字没有回应 刚想摸摸墙壁的开关在哪里 就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你在啊 怎么不开灯啊 怕吓到你 方朝木都笑了 这人还真挺有意思的 不过还是很听话的 没再去想开灯的事情 暧昧的气息充满了整个房间 宋远勋拉住方朝木的手腕 一把将他揽在了怀里 方朝木趴在对方胸口 感受着结实且温热的肌理 想抬头看看对方的长相 却因环境太不黑暗 只能感受到对方温热的呼吸 他下意识地推了一下 Andrew就放开了他 这才终于知道Andrew为什么要去软件交友了 因为他一点都不知道主动 方朝木的倾听点水 迎来的却是对方如猛兽般的进攻 双腿发软到站不起来 还是宋远勋将他抱到床上了 为什么还不开灯 不想看看我吗 Andrew的回复依旧是怕吓到你 方朝木有些无奈 拉了拉对方的衣服 既然这样那就让我摸摸你吧 Andrew的脸蛋光滑饱满 眉毛很深明显有精致的修理过 通过脸型就能摸出来是个帅哥 方朝木情不自禁地 捧着对方的脸巴唧了一口 Andrew还是不肯开灯 方朝木也没有办法 于是做了个让他极其后悔的决定 Andrew要不我们打完年糕再开灯吧 宋远勋没有表态选择了默认 经过一段不可思议的剧情后 Andrew却在最关键的时候停了下来 还贴心地帮方朝木穿好衣服 说有些事情不想再瞒他了 能瞒我什么 可没想到 还是会这么难看 有些事情不想再瞒我